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來到每月用什麼的時間 今個月繼續跟大家精選一些我覺得很值得分享的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的7月之算 就不要錯過,我們現在立刻Hidy 今個月不可以不提及的 就一定是手上這個小收袋 我沒有心消大家的 我原本是想問大家意見買什麼適號 原來你們都很有興趣 直接我拍了IG Reels 告訴大家裡面的容量是多麼黑洞級 這個手袋來自Launchem 他們最新的也是限量系列 叫Replay 它的外表很平實,一點都不會花巧 然後用了品牌最經典的尼龍布去做 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就是我很喜歡它背後的概念 每一季Launchem的手袋 其實都會出很多不同季節奏的顏色 例如我之前買過西瓜粉紅色 或者其他顏色 他們過了季 賣了一批之後 很多時候都不會再出的 不像黑色、深藍色那些 長出長有的 所以做這一批的手袋 剩下來的布料 是很少機會再用得上的 今次Launchem 就用了之前Seasonl 顏色的一些布料 剩下來的布稅 加加平平做了一系列的手袋 還有它這條line是很佛心的 大家知道Launchem 他們買的手袋 限定是千多元 但是這個手袋是650元 所以我真的覺得它很想環保一些 用剩下來的布料 然後做了一個系列 之後就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回饋 雖然肩帶這個位置不能教 但是它的長度 作為肩背包我覺得是非常足夠 就算冬天的時候要穿厚褲 應該都完全沒有問題 背上身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完全沒有重量可言 是非常輕巧的一個袋 唯獨有個小小要注意的位置 就是肩帶這裡比較窄 我怕它的皮 如果放重東西 然後磨一下磨一下的時候 它會披口 所以我自己就配了一條絲巾 對了 隨便綁了之後 好像賜予了它一個新的生命 對了 這個就是我今個月的戰利品 非常之喜歡 然後第二樣想分享的東西 今個夏天 我應該不可以沒有它 就是Bio的這款 乾三度冰感香體紙 嘩 它真的可以救了我一命 這張香體紙 和普通濕紙巾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直接拿出來 然後你抹的時候 它那種味道 都很濃烈的香味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身上的臭汗味 是更加厲害的 它可以幫助我 蓋低一點點 或者清除一點點 那種臭汗味 我是原諒到它比較濃烈的香味 然後最重要 就是它這樣 普通一抹 不會黏黏黏的 但是它有一股很薄河的涼快感 一直在皮膚上面 我現在是沒有開任何冷氣 或者風扇 它都會感覺到一股涼涼的感覺 在這個皮膚那裡滲透出來 特別是你一動的時候 有少少的空氣流動的時候 是更加舒服 給大家看這個包裝 應該沒什麼用的 因為買回來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 我放回它的樣子在旁邊 說起香噴噴 我還想說最近很喜歡用的這兩支香水 這支Hermes香水的持久度 是令我非常非常驚訝的 它是Twit系列裡面的Ginger味 又來到我的藥汗 形容味道 這個是偏甜的 但是它不是女生那種 是女人 有女人味 很優雅的 它比較濃郁 比較沉穩的 是一種優雅的感覺 總之就很香 大家去看看可以試一下 我自己是很喜歡 而且它的長時間很誇張 我試過是今天噴完 第二天沒有噴香水的情況下 我還聞到它的味道 我懷疑了很久自己 昨晚有沒有洗澡 總之它跟我就很合 因為香水也是要配合人的 有些朋友說很長時間的香水 所以到我身上可能兩三個小時 或者JOMALONE 我過了巴士之後 我完全聞不到 所以它在我身上很長時間 也不要被HERMES這個字騙了 它不是很貴的 正價只有610元 所以我覺得它是頗值得入手的 而且30ml小顆 很多時候我都會放入手袋 你看到我沒有噴 就是因為家裡有貓有狗 我怕太濃烈 所以它們受不了 很多時候我都會帶出去 而另外一個是來自香港品牌 Hexagon 是我最近新入手的 這個味道叫Five Elements 它是比較中性的 有少少辣 它是很Earthy 很大自然 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 又有少少雨水 又有樹林 又有泥土 所有的Element 都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我明白它叫Five Elements 它噴出來是有幾億點的 如果走過 你聞到這股味 你都會看回頭 咦?這麼特別的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 特別是適合個人很亂的時候 想靜下來 或者你做Yoga 你去冥想的時候 用它我也覺得很適合 它的價錢是約520元 好像50秒 因為我買的時候用Pay Me 一付錢就忘記了多少錢 大家都可以參考 很開心 香港的牌子可以做到一個 這麼特別香味的香水 然後 同一個牌子 我本身是被它們的粗手液吸引了 對 它是完全不會乾的 雖然裡面有酒精 但就不會有那種斜乾皮膚的感覺 它的味道也是一種很獨特的 我不懂得說 有些精油的味道 是很香 然後 我自己很喜歡 我都不說太多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這個我喜歡到買了三個給大家 遲些給大家 因為我的IG 終於又達到了一個16K的整數 我是買了很多禮物 但有些還未到 所以等多一會 大家去IG那邊 留意一下就可以參加了 好 我們去列 大家應該等了我的用後感很久了 Little Stardust 它們最新出的美白面膜 N34 它外面的盒子是鮮橙色 然後裡面面膜的包裝是淺藍色 一盒有五塊 399元 再做一段時間 小星塵出了一款N33的緊緻面膜 它的面膜紙跟以前N2 N3不一樣 沒有說好還是不好 純粹個人喜好 我喜歡N2 N3那種面膜紙多些 它裡面有很多精華 然後敷上去很舒服 圓圓不絕 把那些精華 是比皮膚吸收的感覺 實在是太深得我心了 這次N34 我有少少擔心它跟N33 因為LUMBER很近 它們的面膜紙一樣 不是的 一打開的時候 減回它是N2 N3那種 我是馬上加10分 然後到功效方面 它是主打美白 美白效果是看到的 敷完之後 一拔開 是看到自己即時亮白了 提亮了 不是染白 螢光白那種 是真的覺得自己透亮了的感覺 但是有一個少少我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裡面成分有酸性 有一個AHA 所以如果我做完一些高能量的面膜 例如黑膚 毛針埋線 Picco 或者眉針之類 都不可以用的 要過了一個多星期左右才用到 以保濕度來說 它有的 意外地它不錯的 沒有N3那麼好 但是它提亮效果 是比起N2也好 所以它的定位 就是如果你想要一個亮白一點 但是又不需要很強勁的保濕度 你可以用它 但是如果你說你也是很想要很強勁很強的保濕度 我會覺得用N3會適合一點 再來就是頭髮產品 最近我用Aveda 他們一個系列叫做Smooth Infusion 主打是令到頭髮沒有那麼freezy 我覺得它做到的 這個是洗頭水 擠出來給大家看看 好像護膚品一樣 一個lotion 奶狀 然後推開 是不是好像在示範一些護膚品 它是有泡的 然後泡泡也是挺舒服的感覺 味道很清新的 有一點點橙味 我不肯定 但是你一路洗頭的時候 不會太過功鼻 但是是很舒服的一個體驗 它的清潔度我覺得沒有那麼高 主打是保濕 所以我會一開始用了一個清潔力比較強的洗頭水 然後再用它 因為清潔力很強又會有點乾 然後再用它做保濕就可以平衡到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護髮素 我本身看到這個包裝 可能兼且它這個系列也是比較保濕 有一點點滋潤 就打算可以代替髮膜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還沒有到髮膜的級別 是一個比較滋潤一點的護髮素 如果你的頭髮是比較乾 它是可以改善的 你看到它也是很薄的 不是那種很厚的牛油質地 但是如果跟我一樣 如果頭髮是一些長期漂染 很傷的話 我會去到夏天很熱 有時候這些天氣都用不到髮膜 因為很黏 那我就會用它 但是一個禮拜我最少都會用一次髮膜 令頭有滋潤度 現在上面是沒有蛋那麼多的頭髮碎 我覺得是這個月我用了這個系列 真的有幫到手 來到最後就是一個飲品 也是雜思廣益的時間 大家知不知道哪裡有得買這個咖啡 我只知道台灣有得買 所以我是不停擺托在台灣的朋友 寄過來給我 我媽媽是很喜歡喝這個 它是著巢出的 但是跟平時的咖啡粉不同 它是冷泡咖啡 裡面是這樣 這麼大包 然後我想她應該不介意我開它那些咖啡 它是一個好像茶包 然後裡面才是咖啡粉 這個咖啡很厲害 那些咖啡味都很香 它可以夏天的時候 晚上把它放進一個水裡 再放進冰箱裡 然後第二天起床就有冷咖啡喝 它是著巢金排出的一個冰水濾袋 是鹽磨咖啡 是嚴選阿拉比卡豆的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有幾個不同版本的 這個是比較濃郁的 另外家裡有一盒是比較清爽的 我自己因為生理問題 是不能喝咖啡的 我會心跳得很快 然後很睏 總之我不是太會欣賞咖啡 但是媽媽本身是重糖重奶人士 它喝這個咖啡可以就這樣 什麼都不下刀也能入口 應該是一個很容易接受的咖啡味道 不是很有個性的那種吧 我不肯定 大家有興趣看到的話 都可以試試 實在太方便 而且太適合現在夏天了 如果看到有得買的話 記得告訴我 我不是太知道多少錢 因為我朋友沒有收我錢 我叫人買機過來 還不收我錢 我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才想自己再買給媽媽 Anyway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今個月我徵算出來 很想跟大家說一下的一些產品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想繼續看下去的話 記得要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下載兩條新片 逢色是錄影相片和日間就12點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